陈伟英棒球训练营 记者林郑坤社 记者徐正阳新竹报道 陈伟英棒球训练营连续二届以大专一组球员为主导对象 他觉得最大的特色在于可以深刻感受学员渴望学习棒球的心情 陈伟英指出指导一组选手的内容与家组大同小异 希望学员从训练过程享受快乐打球 打棒球的每个阶段都很重要 最重要的是心理建设 是否准备好妖精职业 每个人的想法不同 有不懂就尽量问 才能更快接受新环境 首次参与的Lamago桃园内野手陈俊秀表示 第一次接触大专一组球队 感觉他们已很用心很快乐的心情学习 让他感受到棒球最初的学习态度 几乎是固定班比的原队 投手王一正表示 因为陈伟英讲得很详细 让他学习到如何讲解才能让学员更明白 陈伟英棒球训练营 记者林郑坤社 钟日龙投手极健一起认为 教球是很困难的事 在日本不会教大学生训练都以小学生为主 这次是他第一次参与不同国家的训练营 也是第一次指导大学生 希望明年可以再来 钟日龙外野手大导杨平表示 以大学生为指导对象 在日本是无法体验的 虽然他不懂中文 棒球语言却是共通的 学员热情学习让他很高兴 以退休的前 钟日龙不守小田庆平表示 担任教练团的都是程度很好的球员 很羡慕这些大学生能被这些球员叫